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娇阳是火 旅游业回温 如今带着家人朋友 乘搭亚洲最大 最宽敞游轮之一的云顶梦浩 能够和蔚蓝大海来一场清凉约会 是目前最夯 也是最多旅客重新投入旅游的首选 很开心 很兴奋 多汁多彩 真的多汁多彩 东西好吃 不要跟你也好住 吃油什么油就有的吃 这不用赏烦恼 它试试也是不错 有游泳 有 indoor的游泳池 outdoor的游泳池 2016年下水投入服务的云顶梦浩 游轮长335米 排水量151300吨 共有18成甲板 载客量接近3376人 客房数量高达1675间 接近7成是有露台 当中我所入住的皇宫系列套房 就有142间 这里一应俱全要什么有什么 听说在游轮上也可以找到真命天子 我也蛮期待哦 没错 游轮旅游的最大魅力 就是总有吃不完的美食 以及令人回味无穷的娱乐 不管你是属于移动还是移境的人 你总能够在游轮上找到适合你的项目 我觉得这艘游轮带给我有信心 无论是飘到哪一个角落 我都觉得很稳 就不会摇晃 所以我就觉得很放心 很有安全感 Bending Dream的这艘船 他们的这个节目的那个安排 我觉得它非常的棒 这个风扒鸡 当全部人全身都失败的时候 其实它就放开了 就尽情地在享受当下的这个氛围 而且他们有 put into thoughts 他会想得很精细很仔细 让来宾怎么样去更加的 enjoy整个旅程这样子 所以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个Gunting Dream 游轮是一个奇妙的地方 总能够给人带来不同的想法 以及感受 孝亲旅行就是其中的一种 因为将来所留下的 绝对是美好的回忆 回味的是充满父母爱的滋味 特别的体验是 我还记得 很多年前我就带了我家人上来一位 尤其是跟我的父母亲 尤其是我的母亲 她特别喜欢游轮 她晚上的时候有那个所谓的 Fight Line的一个时段 所以我跟家人 尤其是父母亲 我们可以着装正式地 去享受一顿晚餐 那直到后期 其实妈妈也生病了 我妈妈在后期在 有一个Mine Stroke这样的时候 那她都已经是不太方便去 其他国家旅行 就反而她病了两年之后 我问她说要不要上游轮下 她是选择说Yes的 因为她知道上游轮的时候 她不需要走动太多 那她坐着轮轮也可以在整个的游轮上面 可以到处去走 游轮上一路风光无限 未来的大海 会一直陪伴着你左右之时 游轮假期很显然的 成为你我生命中永远不会忘记的一部分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